第四季节目 谢谢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 陪我回家呀 你一整天都在外面 你的身体根本负担不了 你这样 我觉得很不安 这也许是我唯一的一次 可以陪你回娘家 我很乐意这么做 也好 真好听 能再说一次吗 这是你第一次喊我的名字 我想我们俩的关系 挺好的 明月 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沉过今年的冬天 我想明年 我可以陪你在清明节的时候 去祭拜你的母亲 先喝点茶吧 好 哥 你好些了吗 我没事 哥 药来了 吃吃喝了吧 谢谢 就回这儿吧 药得吃热喝 现在吧 你现在真的是好听话 以后要明月看着你喝药才行 好啊 以后这些事情 就交给明月办吧 那怎么行呢 人家现在可是我们罗家的大少奶奶 所以 现在开始当家吧 少奶奶 少奶奶 少奶奶啊 仁豪是认真的吗 明月刚刚进家门 就真的会让她当家吗 不是你说明月是少奶奶吗 她是仁豪的少奶奶 又不是你的 哼 我费尽撮合这事 不想给仁豪找个特别康护 没想到到弄个祖宗进门 明姐 有事儿 仁豪睡了 嗯 是这样的 这是家里的伙食单 仁豪说以后有你当家 这些就由你做主 仁豪的饮食 当时要特别注意的 你要特别费心一些 这个呢 是家里人工的轮值表 前院和后院也是分开的 仁豪房里不能少人 姨父那边也是 老人家如果要出门的话 至少都有两个下人伺候着 这两天 我让他们都出来见见你 你也好挑两个称心如意的丫头 还有 爱明姐 仁豪太师说笑的 你别当真 可是 缅姐 我真的不行 那好 那我也不勉强 可能你还不熟悉吧 等你熟悉了 我再把这些都交给你 那我先走了 我还把这个交给厨子呢 早点休息 嗯 哦 对了 听说高家禀铺的大师傅病了 病得还不轻呢 这大师傅 现在是你大表哥吧 自从你出嫁的时候 好像听说就病了 那组的时候 我已会把他拿了 你也会把他拿出 你来我们把他拿出来 你也会把他拿出来 你也会把他拿出来 你需要把他拿出来 这个你把他拿出来 是音标 我们就根据这个音标啊 来发音 我刚到英文的时候 是一句英文也听不懂啊 心里面 想的就是回家 所以 学英文 可不能默默无闻啊 黎玥 黎玥 你可以回去看看她吗 要不要我陪你啊 谢谢 不要了 为什么 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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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着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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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醒着对吧 你醒着对吧 我知道你 你不可能在床上躺这么久的 大师傅走了 你又病了 厂房的事好像没人管了 阿贵叔的头发急得又白了很多 可是你现在这样 他又不能强行让你起来 浩然 三小姐回门的时候 我看见罗家大少爷了 他好像对三小姐挺好的 浩然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那你又没有想过三小姐 他会跟他娘一样过得很惨的 罗家对三小姐再好 但也只是吃好穿好 三小姐的心还是不好 你要是好好地活着 三小姐的心里还能好受一点 你要是不在了 我真怕 真怕他会 会像老爷那样 浩然 你都看到了 自从那个柳姑娘走了之后 二夫人 大夫人 对老爷都很好 但是老爷心里头 还是不好 你说 三小姐会不会像老爷那样 你都不知道 我是不在了 就不知道 你看什么 请 poison 这下人 很急 如果 Ada只不在我 不在你 不在你 就知道 我 我没事 我就是觉得自己累了 想休息一下 我很快就会上宫的 我没事 滚 滚 夫人 扫地做饭你不会 洗菜洗碗你把盆子给我摔了 你还有脸要留下 滚 夫人 大小姐 大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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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什么呀 大小姐 我并没有恶意 大小姐 给我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好 我生了一场病 寻ают 好 多吃 多吃点 怎么样 达小姐 味道还行吧 说起来呀 我还真得谢谢你们高家 如果没有在你们高家 那么多年的历练 我也不会在这里 开这个小店 看什么 我说了 不许问 大小姐 你说你都这样 我还需要问什么吗 你离家出走 三小姐带你嫁了罗家 这事都传到我这里了 大小姐 你别走啊 我 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 我自己就是个笑话了 还怕你笑话什么呢 如果当初我知道 离家会这么难堪的话 何必做见自己呢 那我觉得 你可以回家住啊 你以为我不想吗 听说我爹死了 我哭了好多天 我也回家看过了 可是我那样 不 我不能回去 大小姐 没事 这样 要不你先在我这住下 我这儿呢 正好缺一个跑堂的 你又是大家出身 又见过世面 我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大爷 你再吃点 再吃点 我去招呼客人啊 走 德志这么爱写信啊 嗯 小姐跟我写信 倒不如走过来跟你聊聊呢 他很久没出门了 哦 他的病怎么样了 有起色 已经在恢复中了 有起色就好 心里面写些什么啊 他担心大娘的身体 大姐也还没有消息 人好 人杰 为什么不喜欢大姐 他不是不喜欢明秀 他是不喜欢你们高家 我跟人杰 不是一母所生 我爹年轻的时候 常常喜欢 上高家走动 有一次他喝多了 就和高家的一个丫头 有了一些纠缠 没想到这个丫头 最有了生育 高家老爷 就是你爷爷 只能把他送来罗家 后来这个丫头 在生人杰的时候 难缠死了 哎 你们表现什么 快去去去去 有夫人看到的博士 快快快 你还上去吗 我是罗家少爷 让我问什么关系 你 你是罗家少爷 你要是罗家少爷 我还是陷太爷呢 只不过是一个 见丫头生的剑种 你出去吧你 小杂种 赶紧滚 那天人杰回来 就哭闹得不行 他不愿意自己 是丫头所生的 那件事以后 高家老爷就吩咐所有的下人 以后再也不要提 人杰出生的事情了 但是人杰的心里面 也再也忘不了 高家给他的这点羞辱 是啊 敌出 树出 在这个家 是有很大分别的 没有分别 同是父母所生的 没有分别 我想可能是明秀 对人家有一些不友善吧 人家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你越是对他凶 他越是不客气地毁你 他只不过是想让自己 心里面好过一点 如果你能够懂得 他这样的心理 我想有一些事情 你是可以原谅他的 他一直都很想巴结你 他听说 你在打听明秀的下落 他就拆人去找了 我想不多久 就应该会有好消息的 到时候 还得请你给他一些好的脸色啊 你也不会再来 你先说 你不要再来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能再来 你没有把你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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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问题 我看你 明月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我是听说你一直在帮忙找大姐 我是来谢谢你的 你太客气了 自从你嫁进了我们家 想跟你说几句话 看你一个笑脸 比登天还难 你太客气了 自从你嫁进了我们家 没想到这点小事 已经会跑过来谢我 原来讨好你竟然这么简单的事 对了 这个叫萨克斯风 是一种西洋乐器 是大哥从英国带回来的 大哥吹得比我好 只是后来生病了 气力不支 就没有再吹的 怎么样 想不想试试 我 我不会 没关系的 我教你 试试吧 试试 不是这么大 是这样 小手指搁这儿 左手 左手不是拖着 是在这里 不许动 我 我就想帮你擦一下 不用了 以后不许再碰它 这个放在这儿 哎呦 叔嫂俩好兴致啊 什么事儿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 没有 人杰也只是在教我吹 萨克斯风 你应该让人好好教你 人杰的还是人好好教的呢 有事儿吗 啊 黄浮诚说 设备到了 问你几时过去 知道了 你说过 设备一到 你要马上过去看的 黄浮诚说 我说我知道了 你们谈正事儿吧 我先走了 突然好 浩然 三小姐的出格喜饼啊 现在深受亲朋好友的 广为赞扬 很多人现在都还想 再吃到这饼呢 您看 这个订单 我估摸这样 过些日子 还会有很多 夫人 咱们高家饼铺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这么热闹过了 贵叔 我只能借这两张 其他的我做不了 好 好 浩然 听着口气 这饼是因名誉而来 你不愿意拿它买卖 是这意思吗 你宁愿看见 高家迎生困难 也不愿意拿这饼做买卖 是吗 夫人 您别生气 浩然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让他自己说 夫人 您误会浩然的意思了 雪中红这个饼 要求纯手工制作 汤汁皮薄的 并不是每个师傅都做得来 再加上 原材料又有限 就是三小姐酿的 那个杨梅醋 自从做完喜饼之后 量就不多了 剩下的也只够做这些的了 而并不是浩然不肯 那这剩下订单可怎么办呢 高家饼铺 就这么丢失了一次 解困的大好机会 也失去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真正让大娘难过的 应该是你那坛 快要用完的杨梅醋汁 浩然至今还没找到 可以代替的原料 大娘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酿制的果醋 竟能让高家起死回生 脸色不好看啊 得知又写些什么了 我才不看呢 每回来信都说些店铺的事情 一点趣味都没有 要是写一些她跟小湘的事情 我倒是真有兴趣了 他们进展得怎么样了 这儿有 我念给你听 高少爷 高少爷 这可是新鲜玩意儿 把人印在纸上 别说得好啊 你快看看吧 看看嘛 挑中哪一个 我去帮你说 帮你满意 夫人 您瞧瞧吧 难个主意吧 得知满意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怎么说 今年一定要把这个婚事给办了 这也好 这个也不错 不错 这些都太漂亮了 我都满意 都满意 四姐 这些个姑娘呢 我都想看 都想娶回高家 高少爷 您真风趣啊 我没开玩笑 我这可是认真的 我们高家呢 是三代单传 这俗话说得好 不孝有三 无后伟大 那我的责任是相当的重啊 娶个三妻四妾的 也不嫌多 不过呢 话要说回来了 但是我这么想人家 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也得 让人家看看我吧 四姐 大魔 四姐 别打个 得志 你 这样四姐回去才有个交代呢 真是 太逗了 她一定是故意的 对吧 她和小香画了一个早上 我喜欢她 喜欢你这个二哥 太可爱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高夫人不就是气坏了吗 你是存心的是吧 谁帮你画成这样子 我最坏的时候就是这样 指不定什么时候再犯 得让人家看清楚 媒婆要是传扬出去 会造人嫌弃的 谁愿意嫌就嫌呗 反正小香就从来没嫌弃过 别笑了 不碍事 不碍事 早一天让他们上家里来坐坐 哥 你们说什么呢 没什么 刚才您也跟我说了个笑话 你托人带的什么 这么沉 寄来了 我托人从英国带了一些食谱和食材 来 来 我们打开看看 好 对了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你看看 是欧洲人做糕饼的一些制作方法 这欧洲人做的糕饼啊 别有一种风味 四强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只是 我不太看得懂 没关系 咱们现在啊 就理论化为实践 我教你怎么做好吗 嗯 好 走 苹果两片 加柠檬汁一汤勺拌匀 用果醋代替也可以 面粉 发粉 同时把它摔匀 糖 牛奶 打至奶白色 加入鸡蛋打匀 再加入苹果汁 面粉 搅匀 还有一样挺重要的手续 这烘炉得先热着 至少一刻钟 再把拌匀的面料 放进去烘烤 这些食材虽然很特别 但是在附近 是能够找到替代的原料的 这信呢 虽然是写给我的 但其实 是明月想让你知道 这些西洋高明的做法 你应该收好 不要辜负了明月的一番心意 你应该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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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是明月想让你知道 我们一定要推进去 gör明月 你应该会变成那个 是这个 想让它吃的 我是要所谓的 你几个家族 和我先去看 以后 我只能做什么 这就是这个 特别 我一直不食 我只不得 你会给你 都怪我没用 丙铺交到我手里 我一点力气都帮不上 全都靠大家费心 我凭什么当这个家呀 德智 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尊敬师父 体贴学徒 他们都很乐意为高家效力 而且厂房的成效也很好 丙铺的生意也已经有了起色 别着急 慢慢的来 一定会有好转的 将蛋黄和细糖加入 然后再加入 已经融化好的奶油 将可可粉用温水搅拌成 可可膏 西洋人也把这个东西 叫做巧克力 巧克力 我是很喜欢这种口味的 明天就做给你吃 好啊 但是可千万别再像前两天那样 把鹿燥给点起来吧 今天就到这儿吧 没关系的 谢谢 大哥 明月 打到高明笑了 我能回家吗 我得告诉大娘这件事 人姐 马上备车 我 不 你不要出门 这样吧 我陪你回去吧 顺便看看得志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明月 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吧 赶紧回去吧 嗯 哥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明月和杜侯然 有一丁点单独相处的机会 大小姐是在县城里喷倒了刘建墙 两个人在马路上发生了争执 但是大小姐吃了点亏 好像还住进了洋人医院 洋人医院 哪儿不舒服啊 嗯 好像是什么洋名字 这 我也没记清楚 这叫什么 啊 对了 叫什么营养不良 对 这 我也没搞明白 后来呢 后来大小姐出院后 好像是在一个什么人家工作 这说起来也是半年前的事了 这后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想 是不是到了沈臣 这样 我再找人去打听一下 好吧 小姐 小姐 明月回来了 说有急事要见你 不会有什么急事吧 哦 啊 阿贵 请三小姐到这儿来说话 是 阿凤 她一个人来的吗 不 人家少爷爷来了 说是要探望得志去 大娘 大娘 明月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我们找到大姐了 是吗 都是人家帮的忙 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的 这是地址 谢谢人家 让你费心了 高伯母 这都是应该的 您不用这么客气 是明秀对不起罗家 你们罗家不计较他的错处 已经是很有情意了 怎么好再让你们费心呢 再说了 打从明秀离开高家那一刻起 就已经不再是我的女儿了 所以 我不想再见到他 更不想知道他在哪儿 大娘 这 明月 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理会 好好照顾人好 当好罗家的媳妇 不要让人觉得咱高家的女儿 都那么不懂事 连娘家的算披琐事 都这么操反 知道吗 这是你给我喝的 面茶 我想今天 可能你比我更需要的 我大方的分饮一杯 谢谢 其实呢 她就是颜面上面下不来 心里面还是很感激你的 大娘啊 你不正在为这个事情烦恼吗 对 我真是太莽撞了 大姐离家的事情 本来就是大娘脸上的伤心口的痛 我真不该就这么跑了去 要是让人给德智送封信 让德智私下告诉大娘 或许都不会这么难堪 我真的想得太不周到了 阿凤不是已经收下地址了吗 我了解大娘的个性 她当着人间的面已经把话说死了 就算她真的牵挂 也不会去找她 她不去啊 那咱们去 只要能把你大姐找到了 谁去不都是一样吗 明天我陪你去 肯是你 我没问题 虽然我是弱了一点 但还不至于说跟你出去逛逛街坐坐车 这点力气我就没有了 来 把茶喝了 早点睡觉吧 Messiah 那 les 这这不是三小姐吗 三小姐您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真是贵客 那个 您想吃点什么 有话出去说 你 你就是罗仁豪 罗仁豪 有人说你快死了 不过我看你活得挺好 我的身体的确是不好 可让明月操心啊 是吗 不过嫁了你这个金龟婿 让她操这点心算什么呢 明秀 明月心里面 一直都很记挂你 她是来接你回去的 她 接我 是 我们 你凭什么接我回去 回哪儿去 回罗家吗 去做什么 去抢你这个大少奶奶的位子吗 不 大姐 我们是接你回 回高家 这里还有谁是高家的人呢 你 还是我 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是离了家回不了头的不孝女 你能接我去哪里 大姐 你真是气话 大娘一直都很挂紧你 还整日心神故 够了 你要做善事 你尽快去大街上撒大洋就行了 你何必来我这里呢 大姐 够了 谁是你大姐 我高明兄和你非亲非故的 也不想和你叛这门关系 你我现在都不是高家的人了 就算他们掉了祖宗牌位 也不关你我的事 你给我走远点 这辈子我最不想见到的人 你是头一个 明月 你尽心了 尽心了 就对得起自己 桂叔 昊然 这是今天的粗货单 您看一下 一品酥卖得还不错 明秀回来了吗 去是去吧 人也看到了 其实也不算见到 大小姐根本就不知道夫人去过 阿芬说 夫人决定 不带大小姐回来了 好 好然 好然呢 你能不能改改你这牛皮线 你明明心里惦记着大小姐 你为什么不直接向夫人去问呢 好让她知道你关心这事 问您不也一样吗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状况 那你是 夫人根本就不知道 大小姐拿掉孩子这事 我是怕夫人伤心 没有告诉她 大小姐是在洋芋院里面 自己决定拿掉孩子的 我想 她可能是看透了刘先生的面目 不想再有什么牵扯了 好然 你心里有苦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夫人心里的苦 也只有你才能懂 她就这么一个女儿 算是毁了 可是现在 眼前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 再怎么说 你也应该多体贴她一些 和她聊聊天 给她一个安慰吧 贵叔 不怕 已经研究出了 代替杨梅醋的方法了 以后跪上 可以得置些单子了 是吗 我说呢 这些天 你们两个臭小子 天天在厂房里 黑灯瞎吼的干什么 原来 原来是搞这个 太好 快去告诉夫人 对 快去呀 嗯 任杰 什么事啊 我来问你 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出门 生果和香煮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出门 你忘了吗 明天是姨母的忌日啊 啊 忘了 你这也能忘的 没有我提醒你 你这糊里糊涂 怎么过日子啊 我们几点出门呢 我们 不急 不急 改天吧 改天 这怎么能改天呢 你这个人怎么越来越怪了 什么都能改的 你也怪啊 什么事你倒过问啊 我 好 不改 我明天自己去就行了 你把 香煮生果备好就行 以前 每年都是我陪你去的呀 今天就不用了 我一个人就行了 明日 我正想去达哥那儿去看你们 然后有些累 已经睡了 这么早啊 对了 今天你们找的高明秀 他愿意回来吗 不过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你要是真的想谢我的话 明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我要去上香 你愿意陪我去吗 离职不远 正北十来里的水云安 怎么 你对这事有忌讳 不 我母亲的牌位 也放在哪儿 你对我 已经二十多年 已经那么久远了 何必还要骑很高价